在南丹下半区今天下午进行了两场四分之一决赛 其中来自日本的张本志和迎战中国香港的黄振廷 前两局双方战成了1比1平 此后张本志和连下两局 特别是在第四局双方战至11平 张本志和顶住压力连取2分 最终以3比1战胜对手 竞技四强 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 巴西的卡尔德拉诺以3比1战胜了尼日利亚的阿鲁纳 竞技半决赛 他在半决赛中的对手是日本的张本志和 两场南丹半决赛将会在今天晚上进行